今天我在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在龍潭 最有名的景點龍潭大池 它環境非常好 可是因為它那個吊橋在整修 那個吊橋在整修 所以它整個大池的水 全部都抽乾了 我第一次看到龍潭大池的池底 原來是長這樣 哇 赛哥常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台車它不是只有好 它有可能有壞 但是如果最近很多人在分享 它的缺點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它的優點 所以來這麼優美景色的地方呢 我們有一個車友 他就是要跟我們分享 他這台2019年式的RAV4 到底使用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今天太開心了齁 我們又借到這一台2019年式的RAV4 非常的漂亮齁 但是內裝啊什麼的這些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 所以我們稍微的再跟大家複習一下它的一些空間的機能 我們來開一下它這個 電動後尾門 哇 空間呢算是RAV4的一個很大的賣點 的空間非常的夠用 而且它這個電動後尾門也非常好用 哇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 又是Silent哥的帽子喔 哇 有分享的就有這個禮物 來 我們看一下齁 空間 感覺也是非常的足夠 前面是我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 非常地好 大概一個拳頭了 一個多拳頭 然後後座也有冷氣出風口 冷氣出風口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台灣這麼熱的天氣 來 中間這個位置呢 超過一個拳頭 絕對沒問題 它這一個空間真的是還不錯 我們往這邊坐 寬度也非常的夠 你看 完全摸不到對岸 非常的好 而且中間還有這個 非常的適合 一般的使用齁 來 我們看一下前座的這個配置 太好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前座喔 看一下 哇 這個 有i-key 我現在已經這樣 好 開 哇 它這一台齁 皮革包覆 全部是皮的 這不是軟的而已 這是皮的耶 然後這邊的配置是這樣子 其實蠻多層次的齁 然後這邊電動椅全部都有 來 我們坐進來看一下 這一台齁 是 這個車機是頂配的 有網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整體的這個 鑰匙 長這樣子 我們先開來看看喔 嗯 奇怪 鑰匙為什麼不能坐高級一點呢 這麼高級的車就會鑰匙不高級 哇 你看 非常的有質感的動畫喔 哇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中間就是一個這個排檔頭 然後這邊有這個電子手煞車 AutoHole 模式鍵 然後這邊 循跡繁華 它有兩張電熱椅 電熱椅 電熱椅 然後這一個 螢幕 導航 雙去衡溫空調 這個 旋鈕式的 非常的 其實這一代的整個質感做得非常好 然後 方向盤也是 非常的有風格化 雙 一個中間一個大圓 旁邊兩個小圓 那這邊這些資訊幕都顯得非常的清楚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然後出去晃一圈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車主 他為什麼買這台車 還有這一段時間的一些心得分享 我們Let's go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畫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 非常開心 我們這一次邀請到我們這個 一個公司老闆 叫阿信 然後他的一個愛車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 試看看這個感覺喔 出發之前一定要安全駕駛 再次提醒喔 喔 我這個車子 RAW4實在是太好開了 我的RAW4已經開了很多台了 然後包含我爸是RAW4 4.5代 所以我們也算RAW4的半個車主 常常會開到RAW4的車 那這一代RAW4 跟上一代RAW4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的底盤改用全新的TNGA底盤 那這個底盤呢 它的訴求就是操控還有寧靜度 其實我覺得上一代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那這一代我覺得更精進的 那沒話講 東西一定是越來越新嘛 那整個整體的操控 因為它車長大概4米7 不算小車喔 它沒有讓你覺得說 欸 車子這麼大 然後開起來很笨重的感覺 很好開就對了 很順暢了 然後在市區上面好開以外 它高速的行駛也非常的穩定 那這個我昨天有跟我舅舅 我們一起去吃喜酒 它也是這一台RAW4 19年式的 那五代RAW4 然後就 我問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那我大概統整一下 就是它覺得就只有隔音比較不好 其他的它覺得都非常滿意 然後就是這個全數域跟半數域 它不滿意就這樣而已 這是我自己這個小小開這台車的 一點點的心得 那這車子當然 它是一台非常稱職的這個家庭用車 空間又大 然後開起來又好開 然後又省油 然後又保值 然後又好養 就這麼多優點 但是這個是 我這樣這一段時間的一個心得感受 我們還是聽一下這個 真正車主的這個心得分享比較重要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這個阿信 那它目前經營了一家公司 那這是它公司的用車 等於它的業務用車 那我覺得 呃 里程數還算好像還蠻多的 所以 所以這個分享就會比較 比較有價值 那我們等一下請它來跟我們分享喔 哈囉阿信 這個 我覺得你這台車 就是 感覺你是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車子 整體給你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這車子你買多久了 幾月交車的 7月 7月到現在有四個多月的時間 你開了多少里程了 一萬八千多 真的 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六 四個月開這麼多 你大概是上山下海了喔 沒有 我一個禮拜開三天而已 一個禮拜才開三天 然後 就開這麼多 哇 你真的是 真的是 打拚 拚命三郎 我聽他講這個過程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老闆 老闆人就是要這樣 讚 那我是比較好奇說 你買 你這個車子買了四個多月前 之前你開什麼車 Sienta Sienta 也是公司車嗎 對 也是公司車 那在之前呢 之前的話這三年的Go Tobras 對對對 就是那一台小型的 就是 算是 有一點多工人車啦 對 那也是公司業務車 也是公司業務車 也是公司業務車 那個是我之前在當公司的配車 公司的配車 那後來就自己開公司的時候 就公司車跟自用車 私家車合在一起 對對對 OK 所以感覺就是你對於商務的需求 是蠻需要的 那為什麼你當時在選擇這台車 你的著重點是什麼 空間 空間是你第一個 沒錯 因為你要載貨 對對對 這麼多貨要載嗎 有啊 除頭 對對對 阿信他經營這個五金材料 五金材料相關的啦 中盤商 所以他有時候要載一些貨 去給客戶 對對對 所以他對於這個空間的需求 蠻大的 沒錯 那Sienta應該是蠻符合你的需求 只是說上一代那Sienta 為什麼換掉 那撞車 撞車 撕速打滑 撕速打滑 好吧 往事不要再提起 這個傷心的往事不要再提 我是這麼覺得 你在買這個車子 肯定不是只有選Waffle 你應該有一些 這個口袋名單吧 當時有什麼口袋名單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那個 才四個月你就忘記 怎麼可能 怎麼記錯 因為是老人痴呆 對啊 老人痴呆 有點痴呆 對對對 那個我那個 馬自達那個CX5 CX5 那除了CX5以外 Sienta 之前應該有一些 使用的回饋 應該除了撞車以外 應該空間也是蠻足夠的吧 我原本就是要買Sienta 只是後來看到這個車廂又大 然後重點是 CC數比較 比較大 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我後來就改買這一台 所以如果是 如果沒看到這一台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Sienta跟CX5 對對對 那CX5為什麼沒有 空間比較小 外觀好看 但是空間小 沒錯 所以對於有這個商務上需求的人 空間真的是一個蠻大的吸引力 所以後來你就是 不小心看到展示間裡面 有這一台 然後有人不小心把門打開 對 後車廂打開 然後你覺得 你的表情那時候是怎麼樣 驚訝 可以載很多廚頭 跟鏟子 他真的很會演 這樣子而已 很單純 所以當時就是 本來是CX5跟Sienta的比較 但是因為CX5的空間是太小了 所以後來CX5直接被get out 然後後來就不小心看到這一台 也是無星插流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買東西真的是 真的是一種kimoji 他本來沒有想像這一台 結果最後 這個 在這個CC數 比較大 然後比較穩定 你覺得比較穩定 然後空間又使用上 又夠用的情況之下 你選擇RAV4 沒錯 我剛剛聽這個阿信講 他的這個買這台車的整個經過 真的是曲折離奇 本來也沒有討論這一台 結果不小心就給他買下去了 對不對 當然這個東西感覺 我覺得老闆人做生意他就比較務實一點 他看空間夠用 然後又穩定 然後慢慢的這個感受 這個 因為他有加了很多這種先進的安全配備 我覺得應該也是蠻大的加分 那這一段時間開了一萬八千多公里 雖然只開了短短四個多月 你應該有很多的心路歷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這台車你覺得他有什麼樣子的優點 比如說我先講 空間有沒有先滿足 有 空間有滿足你的需求 OK 好那這是他買車當時最重要的一個點 有滿足了 那還有其他的嗎 其他的你要問我的話 就是比較舒適這樣 舒適 因為他車子比較重 我每天都要開車 所以我一定要買一個舒適的車 才不會回家不會太疲累 回家比較不會太疲累 對對對 你是都去炒什麼 你是都佔酒店嗎 沒有啦 佔酒店不敢 對對對 那這一套先進的輔助配備 有帶給你什麼樣子的感受嗎 應該說我第二個月的時候 就8月份的時候就在路上 那個人家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車子是打亨的 那時候我開得滿快 他都快要撞到了 然後他自己就煞車 自動煞車 對 他這個情境剛剛有稍微的聊到 就是 因為他住在龍潭跟新竹的交界這一塊區域 那有一些鄉間小路 他是沒有這個路燈的 那沒有路燈的情況下 我們在下班的時候想要趕快回去休息 你就開快了 稍微快了一點 好像不是稍微 是開滿快的 滿快的 然後因為沒路燈 所以他也不知道前面有車 對 有一台車很奇怪 就是在前面就停下來 他就忽然之間就整個就 跑跑跑跑跑 對對對 就煞車煞下來了 對對對 他以為是被撞 你還以為是後方有問題 對對對 想說怎麼忽然停下來 對對對 然後你回去看 沒有啊 結果發現前面有一台車 對沒錯 你是因為後來停下來以後 你才知道前面有一台車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功能實在太好用了 是啊 差點又買一台新車 差點又買一台新車 又要買一台了 不到一個月 糟糕到幾天 他上一台Sienta是因為撞車 不小心打滑 然後就撞了 所以他買了一個月以後 只是用到一次AEB 這個叫AEB 自動煞車系統 你就覺得值回票價了 沒錯 不然還在買一台 哈哈哈哈 對啊 這個真的是最大的優點 沒錯 他救了我一命 救了你一命 還救了對方一命 對對對 這個阿信 在講這個優點的時候 他一直沒開眼笑 不知道在爽什麼 但是 人總是這個殘酷的對不對 這東西是人做的 所以 欸 一定有缺點 那你覺得這台車 你開了一萬八千多公里 你覺得它有什麼缺點 就是 這個車機的問題 果然不出我所料 事情就是親像 我們這種傻人所想這樣 怎麼每個人都在講這個車機 這車機是怎麼難用 第一個會當機 然後就是 你在使用它的 會當機是頻率很高嗎 哇 一個月會一次左右 可是它可以改善 就重新開機就好了 都沒問題 這是 這是什麼 就這樣子而已 你只能安慰自己 不然怎麼辦 重新開機它就好了 就好了 就跟我們手機一樣 在慢的時候 再燉的時候重新開機就好 是啊 這設計上實在是 有一點 還有其他的 就語音 語音不好 答非所問 對對對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它會怎麼樣 那我們來試看看這個語音指令 你看 我現在用語音 請說指令 桃園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 你要導航到以下第幾個搜尋結果 我是說桃園火車站 結果它寫台中港 請再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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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指令 新竹市 怎麼開AM啊 這有沒有 再一次 龍潭 龍潭可望園區 請再說一次 龍潭可望園區 請再說一次 龍潭可望園區 我那剛那個實在是 車機實在是有夠頓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河泰要叫車美式好好的改善一下 不然大家一直在抱怨的都是這個車機 那還有其他的缺點嗎 也不能說是缺點 因為它就是 沒有那個顯示的部分 它就是沒有中文顯示 你說它這個儀表板這邊 行車電腦沒有中文顯示 所以說業務一開始就幫我設定好 可是變成說 你那個方向盤 左邊那部分基本上都沒用到 你覺得有這麼多功能 我都用不到 結果你不知道怎麼去控制 因為我懶得去研究它 所以你覺得如果有中文就太好了 對 沒錯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河泰有下一版的Rub4 如果要上市的話 你希望它小改版可以針對這個 當然 去改成中文化 是啊 但我希望它 我們這個舊車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去改版 對不對 直接升級 其實這對他們來講應該不是太難 是啊 我們就這樣子而已 要求是這樣而已 那還有其他缺點嗎 哪有什麼缺點 那車子而已 車子就車子 好太好了 我就喜歡這樣子 因為車子本來就是車子 還有什麼這麼多的 是 它能滿足你的需求最重要 是啊 是啊 哇 剛剛聽完這個阿信講 這台車的 買車的過程 還有優缺點的分享 那 我最後還是要問一個比較直接的問題 這個 等一下不要嚇到 沒有 沒有問題 如果 再過 就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 再 讓你回到半年前 你在選這個車子的時候 你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使用情境跟條件 你還會選擇Round 4嗎 那肯定的啊 你不是不小心摸到的嗎 結果你還是這麼滿意就對了 是啊 OK 因為我剛從它的這個 訪談的過程 我覺得 它除了這台車機比較不滿意以外 其他的好像對它 都太棒了 這個車子 是啊 那這個 我們這個 今天的這個 阿信的車主的分享 我覺得 他講到大部分90%的車主 它的使用情境跟需求 就是大概是這些地方 如果你有需要換車的需求 或者是想要考慮這台Round 4 歡迎大家 直接到展示中心去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 你聽大家講 不如自己去實際試一次 他也沒有要買這個車 是不小心看到的 對啊 剛好可以滿足他的需求 那就買了 沒有這麼多的這個 有的風風雨雨那些 我覺得對緣分真的 對 去看看嘛 好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期待下次有機會 如果大家有這個 其他的車子要跟我分享的 跟大家分享的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都有我的聯絡方式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面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是我執行 90天重啟人生計畫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